我們在做雙刃衝突的時候 我最擔心的就是 你們兩個人面對面的 噼哩啪啦的把牌絲面完 那這個是一件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待會十分鐘的時候 如果我們待會這邊的提醒 你們沒有忽略的話 十分鐘之內趕快補在你們的劇本上面 第一個是 AB的人物關係 AB的人物關係是你們自己設的 那不管你們自己設的人物關係是什麼 注意一下 人物的親疏遠近 跟身體的距離是有關的 譬如說假設今天你們的AB 是一對情侶 好啦 進程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來 到前面來 無力 這確定是無力嗎 好來 假設 假設我們今天是一對情侶 假設我們今天是一對情侶 我跟他的身體距離會怎麼樣 很近 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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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假設 我今天是非常討厭他的 我的身體距離會怎麼樣 很遠 我一定會很遠 所以如果說今天你們 謝謝 君臣不好意思 假設說你們今天一開始跟我說是情侶的話 你們的身體距離一定會比說你們是父母 你們是室友 你們是其他的關係來著 身體距離更近 所以本來身體距離 跟我的技術遠距離和我喜不喜歡這個人 我在做對話的時候 我是討厭這個人還是喜歡這個人 會有很大的關係 再來是我們講到雙人衝突是氣勢問題 那有的時候我身份的高低會先決定了我的氣勢 今天假設今天是一個老闆跟一個員工 黑道大哥跟一個小弟 我們通常會用高低來表示人物在裡面的地位高低 但是有的時候我地位高的會是坐著 地位低的反而是站著 比如說假設今天是黑道老大 大哥跟小弟 大哥很酷的坐著 小弟在旁邊站著 那這個時候小弟站的時候會怎麼樣的站法 他的身體一定是會比較緊縮的 因為是會害怕的 是會拘謹的 那大哥其實我的位置比較低 我的姿勢一定是比較開的 所以當我今天的權力關係不一樣的時候 我的身體的開闊的程度會不一樣 我會比較自在的打開的時候 通常是我掌握這個局勢 我對這個局勢我比較擔心 我比較害怕的時候 我的身體通常會比較內縮 我可能視線會往下 我可能頭會往下低 所以要注意一下你們的人物的關係 跟你們的距離 還有你們的演出的姿勢的高低 會有這些的關係 再來氣勢轉換的關鍵 在B的那一段大長台詞的時候 他們整個我們不是說氣勢轉換了嗎 B噹哩啪啦講了一大段說 你不要這樣看我 說真的你不要這樣看我 慢慢慢慢他講不下去了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過 這一定是因為他在講這個大長台詞的時候 A做了什麼事情 使得B越講越心虛 越講越後退 所以人物之間的距離 除了一開始我們的親疏遠近之外 我跟你之間誰強誰弱 我今天是否在節節的進逼你 我今天想要跟你吵架 我氣勢比較高的時候 我去逼問你的時候 我可能節節進逼你 氣勢弱的人會怎麼樣 被逼迫的人會怎麼樣 慢慢的會後退 你不要過來 你不要過來 所以當A在後面不斷的跟B說 你知道嗎 你這個人還真怪 B不是一直跟他說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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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說了嗎 他這個時候應該會是 處在一個被逼迫的狀態之下 所以你們的距離 不會是通通都不變的 再來 人物空間跟視覺焦點 我們上次有講過 要清楚的知道 你們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 你們是在家裡 還是過方 還有衝突前後的情境 請你們要表現出來 你們這個衝突是發生在中間 前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產生了衝突 使得你們中間產生這樣的一個爭吵 爭吵完之後 你們又做了什麼事情 請把它完整的呈現出來 對話前台詞 上次有講過 真正的重要的 會是我前台詞的表現 事實上在舞台的演出當中 演出的重點 從來都不是在台詞上面 從來都是在 沒有講台詞的人 他做了什麼動作 所以待會演出的時候 請 因為你們是拿著台詞在手上 沒有台詞的人 請絕對不要做一件事情 不要是另外一邊 在講台詞的時候 你在看你自己的劇本 請盡量聽別人說話 這樣清楚嗎 還有我今天在沒有台詞 或是我在台詞進行的中間 我們做了一些什麼樣的舉動 請大家盡量地把它表現出來 好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現在起來 我們先做一下簡單的發聲練習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